大家好 我們來看晴天 張孟輝 每日一字 好 今天談到的 這個是重字 我先看 弄錯了 先看重字 重字呢 我們來看他的 凱書的寫法 首先呢 左邊是一個 密字旁 要轉折 要做出來 過來三個點 然後這裡還有蠻複雜的一個 雙人旁 但是因為要寫 寫在一起 所以要寫瘦瘦的 再來是一個 就是蟲 然後這裡 要小心 這一撇 然後一個 納 好 可以拉長 這樣 整個字屬於比較橫向發展的 好 而且快一點呢 我們知道 密字旁 好 很多種省略 然後我們開始稍微 流動性大一點 好 我們改成兩點就好了 當然要三點連貫也行 然後這個 樹畫還是保持的 雙人旁 好 但是右邊呢 就開始做省略 這個樣子 好 所以要知道 齁 這一個 蟲的行書呢 是都 大概這樣子 然後再來更省略的齁 密字旁 我們就直接淋貫著寫齁 這一種 在寫行書 常常這樣 好 這個雙人旁呢 經常一束 我們說有時候會多一點 這樣子 好 再來呢 就是右邊這邊 好 寫成 有時候有的是寫成一個字 有人這樣寫 好 那我們來回過頭來看一下 趙孟甫呢 他就開始寫 然後把這個密字旁省略成一個字 好 我們等一下再探討一次 一直複習 好 我們臨摹給大家看 這 左邊是一個 密字旁 然後 中間的 雙人旁 簡化成一束 連貫性加強 然後 右邊這裡 他就沒有那一點字的 好 然後 他也是用這一個 納的形式 表現 然後再來呢 更省略的方式 更省略的方式呢 就是 好 我們呢 會加強一些 就是誇張度以及流動 斷點 減少這樣子 但是 就最省略大概這三個不能 元素不能少掉 所以 左邊呢 就是直 然後 中間可能寫短一點 好 然後再來連續 好 再來這兩點 這樣子 那我們說 這個字這樣 其實喔 越複雜的 紙在草書裡面 越好變化 那我們來寫重感 好 比如說 我寫誇張一點 裡面這裡可以短一點 外面可以誇張 然後把它拉長 再帶到這一個字 好 這個字我就不想那麼誇張 想要扎實一點 但是 又一個強硬的橫化 所以一個流動 一個穩定 一個輕盈 一個厚實 這樣子的搭配 大家再參考一下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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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